有这样一所学校 逃课睡觉老师完全不管 每月还送十万零花钱任你挥霍 如此为所欲为的教学体制 你有见过吗 哪个呢你没有想到的是 该校的学生文武双全 且升学就职率为百分之百 而今天就是这所欲成高中的鲁学日 在前往学校的公交车上 有一位老奶奶没有座位 心上的黄毛少女 试图能坐在优待座位的精神小伙让座 但对于赞者也需要消耗体力 且法律并没有要求 必须让座 精神小伙认为 没必要平白无故去做一些没有好处的事情 她的态度嚣张跋扈 少女还想再多说什么 却被老奶奶给拦了下来 由于少女把希望寄托在普通座位的乘客上 难道所有人的眼光都开始躲闪 车上有不少正去往一城高中保导的学生 可最终却是一位没穿校服的女子当作 就在大伙下车后准备入校时 林小鹿却被一位黑长直的少女喊住 只要在公交车上看了她一眼 就被对方询问其理由 似乎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不过小鹿还是急忙道歉 并且是自己只是另外少女跟她一样 都不想和那种事情扯上关系 见小鹿没有其他事情 少女便冷漠地扬长而去 等到班级的时候 小鹿才发现之前见到的黄毛少女 还有黑长直少女 竟都是同班同学 且黑长直少女更是她的同桌 不过小鹿的班级 是整个年段最差的地班 这里的人全都是问题学生 为了进入这个班级 小鹿还特地将入学考试的每一科 都控制在50分 不怕学霸乘起好 就怕学霸会空分 很快 有一个叫平田杨健的男生 带头发起自我介绍 小鹿也才知道黄毛少女 名叫智田 黑长直少女 名叫酷贝 等到叫虚腾的不良少年时 她却觉得自我介绍十分幼稚 眼看有可能会跟同学发生矛盾 一位性感欲解 却在这时走了进来 她就是立班的班主任查住 自身强大的气场 瞬间让全班安静 她开始介绍这座学校的特别校规 首先这是一所全封闭的校园 在校期间不允许外出和对外联络 每月还会给学生发放十万个点数 一点等亿元 学校设有各种设施 生活所需的东西全都能买到 且商场 影院以及KTV等 各种娱乐场所也应有具有 点数每月都会准时发放 这让所有学生都感到十分兴奋 但小鹿却发现在超市内 仅有免费的救济物品 于是小鹿并不敢随意消费点数 与她想法一致的还有酷贝 她也只挑选生活所需的用品 然而其他同学则是肆意挥霍着点数 这一道就办理开始形成了各种小团体 而小鹿和湖北 能就没有主动结交朋友的意愿 反倒是智田主动找到小鹿示好 她是一个有着极高亲和力 很容易与人打成一片的元气少女 但湖北的冷漠却让她数次吃憋 想跟湖北交朋友的智田 只能寻找小鹿帮忙 因为她发现 只有小鹿跟湖北有说过话 面对蒙妹子的撒娇 小鹿也只好帮忙制造偶遇 可却被湖北察觉到异样 她很明确地表示自己不需要朋友 九年以来她都是一直独来独往 一个人根本不会感到寂寞 是玩头也不回的离开的现场 明眼人都能看出湖北的过去 似乎发生了什么 但也不好意思多问 经过这次事件 小鹿也算跟智田成了朋友 她也在回去的路上 坚持到了智田恐怖的交集能力 连B班的班长一致奈 都成了智田的好友 智田从朋友那听说 学校发放的十万点数 已经有人全部划光了 正等待第二个月的重新发放 她也觉得这个操作有些匪夷所思 果然在下个月发放点数的时间到来后 D班的学生发现 到账的点数竟然为零 长老师确认后 竟得到没有问题的回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看到逐渐躁动的学生们 查诸老师突然冷笑不已 所有表示学校已经按规矩 发放了相应的点数 这就意味着D班的所有学生 这个月都拿不到半分钱 造成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 全都是D班的学生上学态度非常恶劣 吃到缺气共计98次 上个说话和玩手机共计391次 每个月分发的点数 都是在按照上个月的成绩来反映 在开学的时候就有强调过 这是一所按照实力评价学生的学校 之所以被分配的点数为零 是因为在学校眼里 D班的所有人 都是得不到任何评价的垃圾 没有任何制约就能每月得到10万元 这种好事怎么可能发生 难道D班的学生竟没有人奇怪 没有人提出质疑 现在D班的综合评分为零 班长想要知道如何加分的方法 可却被查诸老师拒绝 就像现实社会一样 具体的详细评定内容是无法投入 不过考试的成绩是肯定可以加分 但根据目前D班的成绩来看 想要获得点数 简直是痴心妄想 而且下次考试 如果在挂科的人就会被退学 把不能毕业的学生全部开除 就能维持百分百的升学率 虽然事实上好像是这样 但学校要的就是这份危机感 对于未学路D班的这个电力班 湖北一直感觉心里非常不服 他的目标可是最顶级的A班 他本来是不会去搭理身边的人 可老师也在之前讲过 这所学校是没有换班 想凭借自身优秀 而被提升到其他班级的机会 根本没有 所以库北必须想办法 让D班的整体得到提升 他找到小鹿 用一份豪华套餐 要求他想办法 让虚等和山内还有小吃参加补习 库北会亲自教导他们 但是想说服插身补习 还是非常困难 起码小鹿做不到 于是他想到让志田发出邀请 过来 元气少女的邀请 没有男生可以拒绝 但这场学习会 却一点都不顺利 库北的高傲让虚等他们无法接受 本身就是看在志田的面子参加 最后一会儿闹得不欢而散 可库北却还没意识到自身的问题 小鹿想说点什么 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直到傍晚他在买饮料的时候 却发现库北已经是学生会会场的妹妹 库北之所以想要加入A班 就是为了在哥哥面前证明自己 但现在哥哥看到身处D班的库北 只觉得让自己蒙羞 所以想让库北立刻退学 但库北十分执着 这一轮廊的哥哥 就在他打算教训库北时 小鹿却出现难处了他 然而会长的身手十分了得 可小鹿却很轻松地躲过了他的攻击 对妹妹能交到朋友这件事 会让有些错愕 但是库北想要升到上面的班级 还得在拼命挣扎 小鹿现在比较关心的 还是库北要如何对待徐登他们这些擦身 结果库北却想要放弃他们 只要擦身全都退却 那么想要提升就相对容易很多 小鹿听完这个回复后 也终于忍不住指出了库北的缺点 只要令别人是包袱 从一开始就会远离别人 这句忘了库北陷入了沉思 后来他整理好笔记送到徐登的手上 每个人追求都不一样 徐登也并不是一个插身 他的运动天赋特别强悍 或许在日后会有作用 不过考试马上就要到了 又给徐登的时间根本不够 关键时刻还得是小鹿站了出来 他找到高年期的地班学长 那还钻了伙食 一看就是没有点数造成的 小鹿想让学长拿出前年和去年的考试试题 在这年的恳求下 最后以1万5的点数成交 而小鹿他们竟发现 学校过去的考题仅跟现在的考试基本一样 这样一代所有学生都不用退学了 果然成绩公布后 所有人都非常高兴 唯独徐登一人请查及格线 一分 按照规矩他必须被学校退学 同学们想要求情 但都无济于事 毕竟这是一所以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 小鹿想到开学时 班主任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学校可以用点数买到一切东西 于是他在下课后找到查住老师 表示自己想替徐登买一分 多一篡改成绩是绝大多数校园的打击 但预生高中的教学体制 从来就不按正常出牌 查住老师开口表示 十万点数一分 可小鹿一时间也拿不出那么多 好在最后 苦北突然出现拿出一部分点数 两人合伙才勉强买下了徐登的一分 对此查住老师表示 这个学校的地板从没有人晋升过 但没有不代表不能创造出来 苦北的目标可不只是晋升 他的最终目标可是A班 徐登的退学危机被解除了 小鹿把所有功劳全推给了苦北 这让本来讨厌苦北高的男生们 顿时有了好感 然而智田却阴沉着一张脸离开了青红艳 小鹿发现他的手机没带 于是嘴了出去 可竟看到平时活泼可爱的智田 静意敢往日作风 疯狂对着空气咒骂哭背 突然手机零下 智田也发现躲在暗处的小鹿 他的表情极为严肃 为了不让小鹿将这件事说出 竟将小鹿的右手放在自己的O派上 如果小鹿敢背叛自己 那么衣服上的指纹 将会成为小鹿侵犯智田的有力证据 在小鹿保证不会说出去后 智田瞬间变成元气少女 充满活泼 一瞬间 小鹿的脑海出现遗忘的智田 他竟分辨不出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智田 难道退学危机解除后没多久 虚腾却又惹上了新的麻烦 隔壁西班控诉了虚腾暴力殴打 即便虚腾解释自己是正当防卫 但西班的三人确实伤痕累累 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可能虚腾还是会面临退学的处罚 甚至离班的点数 也会因为有人退学而受到影响 再过几天 学生会将借助协商 在这期间 虚腾必须找出证据 证明清白 虚腾本不想插手这些破事 但小鹿却表示 有人退学的话 可能会影响地班的紧声 为了扼杀这些可能 最终虚腾发现了一个绝妙的细节 智田在教室里求证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是注视着智田 可唯独一位叫左昌的少女却低着头 这说明他获取目击的当时 具体的斗殴情况 智田想要联系左昌 可却找不到人 这件事本来就疑点重重 几般目前最大的敌人除了B班 还必须防备着被D班反抄 所以这明显是有预谋的人队 虚腾的人设是不良少年 很多人本能上 却不相信他说的话 智田得知这些情况后 联盟找到左昌 想要与他商量 可谈话间 却摔外了他的相机 小鹿带着两人去维修 可在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 左昌却十分害怕 小鹿没有多问 而是填写了自己的信息 这也让左昌非常感谢 他只要有机会 与小鹿单独相处 询问自己要如何做才好呢 但小鹿却没有要求他做什么 只要告诉他遵循本心就行 没想到这尽量左昌 答应了在辩论会上作证 他的相机拍下 当时发生矛盾的时候 之所以之前不讲作证的原因 是因为他在网上小有名气 但拍摄的照片尺度有些大 在学校 他总是戴着平面镜伪装 以防被人认出 但现在即便暴露身份 他也要帮助徐腾 否则良心上真的过意不去 那即便有左昌的举证 隔壁班的人依旧态度强势 一口咬定是徐腾挑事 他们愿意与徐腾停学两周 他们三难停学一周来调事 可顾北去拒绝这个提议 因为徐腾没有任何过错 不需要停学 一张照片并不能断定徐腾无过错 最终学生会认为 双方肯定有一方在撒谎 在明天下午之前 如果没有人揭穿对方的谎言或者认错 这件事将会以退学作为处罚 会不会没想到神力这次案件 竟是自己的哥哥 为了不让哥哥瞧不起自己 他决定铁额走线 将造势三人组约到当初斗殴的地方 并描述这里有监控拍下的证据 三人组一时间也无法确认这监控的真假 人在慌张的时候 就会对一些即便确认过的事情产生质疑 但他们还是找到了漏洞 如果真有证据 为什么学校还要让他们辩论 男个小路却一点淡定地表示 这是考验 看他们能否解决问题 这所学校可以给学生发钱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最最愿意再来协商 是因为毕竟徐腾把人打伤了 即便洗脱罪名 也可能会受到停学几天的处罚 但污蔑他人这个罪名 很有可能就是退学处罚 此言一出 三人组顿时慌生 现在小路给他们一个选择 只要测试 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 在退学的威胁下 三人组最终妥协 男人等待他们的 就是西班老大农员的处罚 为了将一班踩在脚下 他可以不择手段 现在他已经知道 涉及险海三人组的人 名叫林小路 哭北领音 有趣 有趣 然而事实上 真正危险的人物 或许只有小路一人 哭北被班主任查出 越来单独对话 他表示想要晋升A班 首先要做的事 就是尽快摸清 林小路这个人 在查出眼里 D班是瑕疵品 是有缺陷的人的聚集地 而其中最有缺陷的人 或许就是林小路 联想过去到现在的种种 哪怕是在监控这件事上 哭北才后知后觉得发现 其实并不是他想到的办法 而是林小路在刻意引导他 想到这个办法 所有的危机 似乎全都是他一人解决 可却从不愿意让人知道 哭北难免在心中 有了一些疑问 他找到小路 想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可这一次 他只见到林小路 那从未出现过的 冰冷眼神 他可以帮助哭北升到A班 但前提是 不要深究他的过去 南河地班有一群猪队友 想要升到A班 坦而容易 即便冒着被退学的风险 即便男生竟打算 在一红排队上 执行女医子更衣室头牌计划 徐登忽悠大伙 却玩沙丹排球 由山内伪装工作人员 潜伏进女更衣室 男人安装摄像头 却发生问题 于是交给另一个男生小池 来进行安装 可是没想到隔壁班的老大农员 却朝着女更衣室走来 这辆放风的男生 联盟要求停止计划 徐登为了拖延时间 联盟拦住农员 可没想到他死对头A班 板6却还正式出现 凉活人的对峙 让女更衣室门口 变得更加热闹 眼看小池无法全身而退 甚至可能会被发现 而导致退缺 关键时刻依旧是小路出售 真人君子丁小路 竟也加入头牌计划 但他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破坏男生们的计划 他找到姑北让他行动 虽然有些不满 但姑北不愿意有人退缺 影响班级 他来到高台上 供男队A班和C班 发起挑衅 将女更衣室的众人 全部引开 小池也终于有机会溜出来 而姑北的做法 也让这些死以逃生的男生 十分感谢 以往的不满 也早就严效云散 虽然还是有些高傲 但还是想跟姑北做朋友 D班这个被冲作 瑕疵病的团体 似乎开始变得团结 然后在某个夜晚 小路却被班主任查住 越来单独谈话 他表示有一个男人 想让小路退学 不过只要加入育成高中 在没有犯错的前提下 是绝不允许学生退学 学校会全力 在规则内保护学生 不过查住表示 如果小路不能帮助D班 升到A班 他一定会让小路退学 反之只要他答应这个条件 那么查住也会不惜一切代价 来保护小路 不喜欢被威胁的小路 虽然气愤 但也无奈答应 他想要自由 会却为了保护自由 而放弃自由 很快学校就准备 举行一场特别的考试 时间为现在开始的一星期 所有人将在无人岛上 进行野外团体生活 学校会提供一些生活用品 但相反的是 不允许个人携带私人物品 每个班有300点数 可以用来购买生活用品 等考试结束 剩余的点数会加达到班级点数 可如果学生暴力和虐夺 以及身体不适 还有无览环境 则会扣出相应点数 另外占据岛上的据点 则会得到相应的点数 除此之外 占领据点需要指定一个领队 在7点比赛结束时 如果能指出 其他班级的领队是谁 则可以获得50点额外分数 但如果猜错 则需要扣出50点分数 另外被其他班级 踩队领队的班级 作为惩罚也得扣出50点数 其他考试中获得的据点奖励 均为无效处理 有情提示 如果随意在足手上的GPS的手表 会有额外处罚 搭地的规则基本路上 男人困扰地板的第一个问题 竟是公测 学校提供的简易马桶 根本不适合女生方便 所以女生们决定 用点数购买一个公测 但男生们却认为 这是荡废点数 一会儿因为这事情 竟发生了矛盾 不过最后重能还是协商成功 为了让女生们 据点就可以立刻购买 小路跟左仓在寻找据点的时候 发现A班已经率先找到据点 多三按住的他们 听到了A班的领队 是他们的领袖葛成 虽然没找到据点 但也算是意外之喜 很快其他同学们 就找到一处新的据点 D班的领队有枯萎丹嫩 就在重能准备休息的时候 却发现西班的小林 手伤倒地了 小路处于本能地 打断置之不理 男生内还是无法接受 将蒙妹子丢在森林中 于是将他带回了D班营地 所有人忙且忙后 小路曾经跟随父母 参加多次野营 所以十分轻松 就能分辨出可食用的食物 按照他的计算 最终可以保留120个点数 所有人也能顺利熬过几天 男二被班级 完全孤立的高原四六柱 却因为身体不适而退出比赛 D班因此提前 被扣除30点数 没有人知道此时的高原四 正让长游大海欣赏月色 有着和运动员平美的 运动神经的他 很显然是不愿参加考试 他才不在意所谓的团体 也不屑于和班上的同学拿帮结派 甚至他早就察觉出了 林小路不是一个简单人物 但这些都不是此时 地板要知道的事情 他们在次队开始探查 其他班级的情况 发现B班也有西班的同学 原来西班的老大农员 将那些不听命令的学生 全都赶走 且在第一天就花光了所有点数 所有人竟在海边开启的派对 小路很欣赏农员的做法 反正只要熬过几天 哪怕是零分 也能通过考试 不过活在当下 但顾北是十分抗拒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知晓小林受伤的缘由后 地板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对她表示关心 唯独去等对她产生怀疑 两人还差点打了起来 就在地板的氛围逐渐变得浓洽时 有女生表示自己的内衣不见了 这种男女生之间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吵 女生要求检查行李 班长表示同意 但必须由她来操作 好在班长很受女生们欢迎 她的提议并没有人反对 男人那条丢失的内衣 竟突然出现在小池的包裹 她白口莫辩 好在小鹿替她藏了起来 心里没有找到 女生们还打算对男生们搜身 这等于判了小鹿死刑 就在班长的手 摸起小鹿的苦头时 预想中的揭发并没有发生 所有男生都没有问题 女生们正在暂时放过他们 但却要求男女帐篷分开 小鹿很奇怪 为什么班长不揭发她 但班长却表示 她相信小鹿的为人 也希望小鹿可以找到母猴黑手 小鹿没想到小林 会在后来找到自己 她知道现在除了虚灯 其实小鹿也在怀疑自己吧 可小鹿想也没想地表示 自己相信她 这突如其来的回复 尽量小林免红而斥 这是她在西班 从没有过的感受 难道小鹿真的相信吗 她来到第一次 遇到小林的地方寻找着什么 乃自小鹿的反击 也在这时正式吹响 她察觉到枯北的身体有些虚弱 为了不拖累班级 她一直在强撑着 可随着山内将一坨泥巴 扣在枯北的身上后 她不得已去洗澡 导致身体变得更加虚弱 然而她在后来发现 林队才有的钥匙卡 被人偷走了 顾北现在有两个怀疑对象 一个小鹿 另一个则是喊着 自己内衣被偷的小鹿 身为班长女朋友的小鹿 实际上只为了保证 自己第一位不受欺凌 才与班长接力的虚假关系 难而突发致见 接二连三的发生 营地悲伤大火烧毁 班里人开始互相猜测 揣摩 心灵危机又一次出现 有人发现小鹿消失了 这些时间出现了问题 顿时有了清晰的答案 库北追了出去找到了小鹿 但是虚弱了她竟被小鹿放倒 等小鹿找到她的时候 她十分自责 班长也泄露了绝望 但小鹿却一点都不着急 她先是将库北送到老师那边 也到了收尾的时候了 在最后一天到来 本来在岛上挥霍点入 而消失的西班老大龙猿 却突然出现 被排出去的西班 竟都是她安排的卧底 她早就与A班签订合约 由龙猿给A班提供 准确的领队信息 作为代价 葛城在毕业前 需要每月数十万的点数 回给龙猿 盛行多一的葛城 自然不会随便相信龙猿的话 所以她只相信 看到领队钥匙卡 或者照片的信息 就答应合作 可小鹿的相机 却被小鹿提前破坏 这使得她不得已 偷走钥匙卡 内场大火也是小鹿引起的 目的就是为了制造 当小鹿能在混乱中 流走的机会 而山内故意动脏枯背 也是小鹿的计划之一 没有正当理由 是无法更换领队 但相反的 只要身体不适 就可以作为正当理由 来更换领队 所以小鹿推测 枯背的身体极限 在最后一刻 将自己改成了领队 这样一来 就会导致A班和龙猿的失误 而小鹿对A班的领队猜测 也在一开始就有了结论 葛城不可能 那么天真的将领队 任命在自己身上 所以自然是追随她的麻在 另外小鹿在 小林第一次碰面的地方 找到了一台对讲机 而龙猿在享受排队的时候 桌边也放着对讲机 这样小鹿确定 龙猿绝不会放弃考试 而龙猿为了这些考试 可谓是杀费苦心 他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地 帮助A班 绝大所知 A班的领袖有两位 除了各成一派 还有一板牛为首的一派 因为板牛身体虚弱 无法参加考试 于是龙猿找到 板牛一派的人 而已消耗A班的点数 这样一来 西班的差距 就不会被A班拉开 只可惜 他没有算到0小鹿这一环 最终西班因为被猜到领队 而无法获得点数奖励 他们在一开始 就将点数挥霍干净 而得到0分电力 第三名则是被西班坑散的A班 只有120分点数 B班也只保留了 最基本的分数140分 而没有被猜到领队的D班 由于猜到了西班和A班的领队 外加据点奖励 竟得到恐怖的225分 不过小鹿最后 还是将功劳全都推给了户备 有简直还得需要他去确认一下 想要让他退学的人 是否真的存在 而查出老师也没有过多隐瞒 那个人就是0小鹿的父亲 为人冷血残忍 手段阴暗 为达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权力也是极为庞大 他表示0小鹿迟早会选择退学 后来酷贝找到小鹿感谢 他也逐渐明白了伙伴的汉意 但他没有发现 面前的0小鹿似乎变得有些陌生 那凭着慵懒的神情 又一次变得硬嫩 在0小鹿的心中 他从没有将地板的任何人 当作伙伴 所有人都只是道具 做出何种牺牲也无所谓 过程根本一点都不重要 只要最后谈冷音 如此变好 故事到这里 也就差不多结束了 翻明 欢迎来到实力智商主义的教室 第一季 鲁哥的塑造可谓是堪称完美 典型的版主是老虎 但很多人在看完第一季后 并和情不自禁地打开原作 想要知道后续 甚至开始期待第二季的到来 在2022年7月4日 第二季也如约而至 蓝鹅其中略带中恶的设定 自然也被不少观众吐槽 以至于在评价方面属于两极分化 不过我还是依旧十分推荐 对于其中的角色 有不少人藏着很多秘密 毕竟地板可倒不是简单能物